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马三丽重登舞台后的第一段相声 而为他捧根的就是被称为一代快板大师的王凤山 1992年王凤山去世 舞台上的马三丽身边再没有站过任何一个人 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自己晚年的相声搭档表达着最深沉的怀念 1915年王凤山出生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个落魄的奇人家庭 他的父母给他取名二友 或许是希望他在这个充满着灾难和饥饿的年代里能有吃有喝 他父亲呢就是因为给地主干大马车 把腿压断了 压断以后呢失去了生活能力 就在家里边卖这个二十八勺 自个家公司紧卖 这个他就呢跟他妈妈到这个马路上去封穷 到热闹地方去封穷 什么叫封穷呢 旧社会啊光个汉比较多 那像咱妈妈说打工的做事的 那这衣服破了扣子掉了 那是这个哪里了没人敢封 那这个人呢负责给他封 那这个人负责给他封 那这个人负责给他封 那很少很少的钱 王凤山七岁时 认识了一个叫霍三的乞丐 霍三打着主板在商铺门口卖唱 无论到了哪一种商铺 都有一套唱词 掌柜的高兴了 就能够得到几个小钱 和霍三认识后 王凤山就迷恋上了 霍三手中的主板 和那一套套随机应变 风趣幽默的唱词 他跟着霍三走了一条街 又一条街 终于跑回家向父亲提出 要跟着霍三学艺 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坚决反对 因为他家里边认为他是欺人 因为这药贩子不是欺人干的事 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体力去吃饭 可做买都可觉不成效饭去了 所以从他来讲的话 他看不起这行 然后因为我师父是个毒争死 他老的磨磨了磨去 家里边确实也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就是他父亲吧 正好是做二八勺的 家里有竹子 按照他要求 就给做一副板 从此 王凤山便开始跟着霍三学习打板 走街串巷的靠提讨为生 我说到火塞的时候 那个 就打周板了 这个周板呢 就是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板 这个叫七块板 当然不想我那么精致 不那么精致 这个 当初呢 这个 我师父跟我说这个 说这个火塞唱得特别好听 那 我问过他 你跟谁学的 他说我跟我爸爸学的 我爸爸一辈子什么都不会 就会上手来报 到底是谁不知道 到了清代末夜 北京逐渐出现了一批书茶馆 书茶馆是茶馆的一种 听众可以一边听书 一边喝茶 所以又被称作书馆 从此 一些技艺高超的曲艺艺人 开始进入室内演出 一般说呀 这个市场 翻试油这个市场呢 都有料明地的 翻有料明地的 都陆续的 形成了书场插设 书场插设 实际是区域发展的摇篮 包括很多名家 都是在书场插设发展起来 还不光北方 包括南方 并很多的平潭名家 都是在书馆插设发展起来 这个真正的大剧场演出 插盘倒不合适 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个 1932年 已经16岁的王凤山和其他两个伙伴来到了天桥 此时的北京天桥 仍是文明全国的曲艺大市场 它的演出场所主要集中在 位于天桥西南的公平市场 三角市场一带 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统计 各类曲艺演出场地有二十余处 王凤山和两个小兄弟到了天桥 三个只会唱些朝阶词的小乞丐 为了能要到更多的钱 也学着别的艺人样子 找块空地画上个圈 也就是杭妹说的画锅 就开始唱了起来 前门楼的九丈九 四门三桥五排楼 出了遍门往东楼 离城四十到通楼 通楼道有六十六条胡同口 在里头住着一位六十六岁刘老六 六十六岁刘老头 六十六岁刘老刘战老个儿三 大俩拿六十六建好高楼 楼里的有 六十六比罗断筹 筹上绣六十六个狮子滚箱 从大楼外头 大俩拿六十六根摆 筹上筛六十六头大盲牛 牛什么筒 六十六个大马猴 没想到 到了天桥唱了不少 不赚钱 不过是不赚钱 赚了钱也拿不筹 为什么 当时这观众人家不听 说你们这都是 都要饭的玩意儿 桌巴尔达进街来 一间两家好买卖 桌巴尔达卖大布 人家来到观赞库 说这行内话就溃不下来 人家不给钱 这个事当时对我师父刺激很大 老北京的天桥 曾经就是一个取义的江湖 江湖里三教九流 五行八作 有热闹 有无奈 在竞争激烈的取义舞台上 鼠来宝是怎样从要饭的玩意儿 登上了大雅之堂呢 马三利这位相声大师 又为什么在晚年改说单口相声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正在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 百年百世 动静不凡 见车见智 别克拉克罗军院 精致生活 要追求细节 像水讲 我选择三拳状元讲 纯净水和面 冷鲜肉做主料 用心细节 精致生活 三拳状元讲 五种粮食的生活 时间量造的芬芳 明人之秀 五粮春 妈 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好好 我们初二到家 初二到家 那快点开啊 喂 我这就上车了 妈 喂 妈 就她一辈 妈 快了 别走 放大幸福信号 传递团圆消息 中国移动通信 中国移动通信 中电电器 电量中国 第二天 王凤山再次怀揣着竹板来到了天桥 但他根本没有把竹板掏出来的勇气 很快 他被一个同样是唱鼠来宝的艺人所吸引 天桥里有一个茶馆 在天桥的西上阔有一个茶馆 茶馆门前呢 有一棵 这个两个人头不过来大坏树 这个 这根深夜貌 这个树叶长得也非常的旺 有大天然的一个凉棚 在我师父有功夫呢 来前脚转 就听到里边有人打了牛胯子 再唱出来吧 当然这是应该是我第一 我师父第一次听到在唱 然后这个我师父过去一看 人打在唱 这样唱什么呢 唱的是这个吴老二 就是吴松传 唱的是这个吴松大殿 听完之后就把他给迷住了 嗨 店家嫂 你们这里要是张家殿 我们住家才适合 惊动了二娘抬头看 哟 他见吴松 身高足有一丈多 青筹的六棱状金头上带 高桥瓷柜 足有一闸多 左边边香尘一座 素容球 名叫英雄男 身穿着罪衣可没在的家伙 青段子 薄底燕 用快削穿脚下 浑身上下很累落 无关清秀 带着煞气 有一个大入套 就在他的肩上桌 身旁还站着俩公差 手里都拿着硬家伙 孙儿娘看巴开 言道他个笑嘻嘻的把话说 老客啊 我们这里就是张家殿 我们掌柜的外号进街路 三位老客要住店 快快 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吴苏想 这个娘们儿开黑店 得试试他的武艺却如何 想到这儿 叫声便家扫 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 有许多东西里边坐 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 我就在你的店里来住着 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入套 这个人就是天巧著名的 蜀来宝艺人海凤 人称小海 小海祖籍东北满洲里 早年随父母流落北平 十几岁就开始学蜀来宝 曾拜老艺人王德山为师 他生性聪明 又识文断字 一般的书拿来 看上一遍就能自编自演 而且他演出的蜀来宝 字正腔圆 声音甜脆 表演笔真 上世纪三十年代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莲阔如 以云游客为笔名 在北平十言报上 发表了 凭借江湖艺人和杭归的 长篇连载江湖丛弹 上面这样写道 小海九占天桥 至远到龙福寺 护国寺 土地庙 赶个庙会 从不出北京 天桥虽然还有些个说蜀来宝的 但是艺术不强 比不上小海 草麻子 亦没有人注意 两个人会的玩意儿 较比别人 亦多得很 故此能比别人多挣钱 我师父就特别喜欢 自己能撂地则撂地 撂不了地以后就去听 听的说句俗语就是裸叶子 头麻麻 我师父脑子好 听几遍之后词就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经常听 有时候呢 早去一会儿帮老先生把地撒干净 完早一会儿 把凳子帮老先生撕干净 以后呢 海凤先生就挂严了 说你老跟我干什么 你老上我这来 你不干点吗 他说 爱听你的艺术 我想跟你学 我想拜您为师 这一年 王凤山正式拜海凤为师 并开始随海凤 撂地演出 尽管此时天桥已经有了专门的说书馆 以及各种茶楼 但一般只接受评书艺人演出 后来又有了 后来又有了坤书馆 却也是针对唱大鼓的女演员所开 蜀来宝被看作是不能登堂入室的俗玩意儿 所以 料地仍然是蜀来宝艺人主要的谋生手段 料地和画锅有些不同 艺人的演出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 观众席上也开始有了长条木凳 通常每天午后开始演出 演出结束后 艺人要向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金 但他和画锅一样是在露天 也有着风来散 雨来乱的担忧 料地阶段的蜀来宝 在演唱上也对走街串巷时唱的潮击词有了突破 虽然仍然使用三三七的句式 但在内容上已经大不一样 他那个唱的时候基本就是按照索来宝唱 他也是双手打板 也双手打板 不过他里面有人物 有人物 有情节 演员标演的时候 有语气 有感情 这个刻画出来也是很好的 等于那个时候 他跟海峰宣漫以后 他已经上升了一波 他已经突破了那种走街串巷的唱法 你比如说 但唱的还是板几板牢 双手打板 我可以摸你几句 大宋年间国不合 阳阳东准的中江阁 南有方辣的造的烦 北有天湖 战山坡 你看这种 他也是手来薄 但唱的时候 他就不一样 但我说是不送打电 鲜言虽语也不多说 表一表好汉 吴二哥 二不松 替兄报仇 杀了嫂 但是咬哥 充充发配 猛周挪 你听 他也是索来宝的点 但唱的不一样 什么诸葛亮压宝 什么单刀附会 武松打电 这都那个时候 数来宝的人 唱的 这比较大的段 这比较 这就不是要棒了 这一板就是 天前花果料地的时候 都是大段 十几分钟 二来分钟的段 三国愤愤 民不安 东欧西蜀 汉中原 那朝子占了中原地 游背黄书 驾坐在西川 在东欧坐下孙权主 六郡八十一周 他站了江东的半边天 这一天孙权家坐在 盈安殿 文武大臣 来站班 黄门关站在 丹池一声喊 各位大人 你们请听见 哪一站有本 出半早奏 要无有本 咱卷来朝散请假还 言欢畏信 有人答了话 在一旁转过来 东欧的大府官 此人姓鲁名 素四子敬 标袍端带 上了盈安 口尊圣主国 陈有记献 我为的是 筛西菩萨的国美人 他霸展咱们 精忠为基业 了是咱们 东欧的中外将官 趁此不出 终须事后患 我怕着怕 无辅相连 必要勾勤了 虎狼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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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木梁与点栏目 三年后 王凤山厨师 开始自己料地卖艺 这时 他的一个师叔找到他 说 有一家公司想请他们去天津给产品做广告 价格非常优厚 此时的天津 随着1860年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已被英 美 法 义 澳 俄等国瓜分的七零八落 成了充斥着西洋文化的租界地 而在霓虹灰映 花样百出的各色商品广告中 利用通俗易懂的曲艺宣传商品 成为一种最具特色的广告形式 一个是直接地进入 说商品的功能 商品的效用 商品的信誉 一个穿插在节目里头 有的自如 比如说吧 今天您心里别扭啊 别扭 我介绍您吃这个葡台盒的书干调气丸 我跟老太太说了 您要吃这个 您是开心顺气 哦 是啊 这叫穿插广告 你反正有直接报的 还得被节目停下来 特别唱着唱着到中间 报一段广告 这是不太协调 所以这只能说呢 既活跃了市场 推动了商业 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艺术的提高 这一年的冬天 王凤山和师叔王玉生来到天津 每天在汽车上演唱鼠来宝 汽车在各个租界地之间缓缓地行驶着 两个艺人在唱完一小段鼠来宝后 就要插入一段广告词 各位先生都来到 听我唱唱日光照 日光照 质量高 泡沫多来乡计票 日光照 品种多 有力士照 卫生照 日光照 我把各种肥料唱个全卖 一块卖你三毛钱 这是英国在天津开设的 丽华公司所做的商品广告 从早晨到天黑 王凤山和师叔乘坐的汽车 不知开了多少个来回 蜀来宝他们也记不得唱了多少遍 寒冬腊月 北风凛冽 手脚冻僵了 全身麻木了 而他们的报酬 一天却只有一块多钱 好不容易熬满了三个月的合同期 爷儿俩才返回北京 继续在天桥卖艺 此时的天桥 几乎固满了为游人助兴的打拳 卖艺 说书 唱曲等各种娱乐场子 这里即吃 喝 玩 乐 购物与一体 是广大平民活动和求生的场所 更是民间艺术的摇篮 曲艺杂技中有些曲种和节目 如相声 双簧 快板 车技等 在天桥逐渐发展起来 电影 画剧等新的艺术形式 也开始不断进入北平的娱乐场所 一时间 外来的 传统的 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 丰富着人们的娱乐生活 为了让观众更加舒适稳定 民间曲艺在天桥的表演场地上 也逐渐有了大棚这种形式 大棚不仅场地固定 备有桌子 板凳 还能遮阳避雨 算是明帝演出最好的环境了 清末明初的诗人王树祖有一首《天桥词》 就介绍了当时说书的大棚 道旁有客说书忙 独角织棚挨几张 白搜晃铜齐坐厅 齐而征进手中香 一般都在门口有一个前一张铺 叫门铺 就是本员特型CCC在此去演出 这些人就进了肠子里演出 进了肠子里演出 这跟过去的明帝有区别什么的 形式还一样 并说书的还在那说书 说现实的还跟明帝一样 他们在中间演出寺外是凳子 叫龙虎凳 这个也叫龙虚凳比较差的 中间是表演区 也没有后台 就跟在明帝上表演一样 但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你进来你得给钱 不想过去随便扔了 对于此时的艺人们来说 虽然演出的场地有所改善 却很难像以前一样 在演出前直接招揽观众 因此许多别的曲种的艺人 都会用鼠来宝作为开唱前的小段 用演唱来吸引观众 传统相声中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中 唱指的就是鼠来宝和太平歌词 老北京的天桥曾经就是一个曲艺的江湖 江湖里三教九流五行八座 有热闹有无奈 在竞争激烈的曲艺舞台上 鼠来宝是怎样从要饭的玩意儿 登上了大雅之堂呢 马三立这位相声大师 又为什么在晚年改说单口相声呢 请收看探索发现正在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 百年百生 지금뛨激烈的电话 哇 休闲儿耶 我有酱猴 太晚了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 宝宝1-2 ,5-0 , rac陆 这本《新春彩琳麦》 中国移动通信 雅势力军装幼儿奶粉 现在都流行送他 真正的大品牌 可信了 雅势力 品质好 我非常信赖她 演名脑快身体棒 雅士丽精装幼儿奶粉 雅士丽中国驰名商标 教育伴学终生 科学改变生活 文化影响世界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1937年 王凤山摆相声名家朱阔全为师 学习相声 在朱先生的精心指点下 王凤山的相声记忆大为长进 尤其是在捧根上 更是别具一格锦上添花 他能适应豆根的表演特点 做到尺寸准 搭口言 既不节外生枝 又能铺平电吻 后来 朱阔全又收了李宝奇和侯宝林为徒 师兄弟三人彼此尊重 相互切磋 常常联手演出 珠联碧合相得一张 受到观众和相声界一致的推崇 有观众把师兄弟三人的名字各取一字 称之为麒麟山 成为相声界一段佳话 过去相声厂子没有朱来宝 1933年 出国前 老先生 开始把朱来宝引进相声厂子 当时来讲的话 我理解一个元年子 一个做电厂用 海凤 他是 一唱吴老二为主 他跟朱来宝不一样 这是有词可查的 以后 在天桥 王凤山 也唱朱来宝 以后 王凤山 拜了朱国全 跟朱国全又学朱来宝 从此 相声大会 有了专业朱来宝 和朱来宝相声的这个说法 这是王凤山在天桥卖艺时 留下的照片 此时的他在天桥 已经小有名气 并且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 王凤山 他上朱来宝 他是比较聪明 他聪明在哪里 他聪明在 他善于学习 善于创新 他吸收了 竹板书的特点 他主要像 关顺鹏和关顺桂 两个竹板书 也学习打板方法 所以 他学习了一种 横卧板 颠板的打法 竹板书 形成于清嘉靖年间 是在莲花烙基础上演化出来的一个曲种 流行于河北和京津地区 高山 金仙柳栽栽栽 这么不然啊 金山珠涌几千年 是金湖爱 这个人陶醉 中游客心 矿身 以往翻柳蛙脸 许汉门 到许湖 他聪明 没几乎 遇见了 不遇情 而让被大奸 不凉 自见 自仙 有了 情感 大奸 大奸 天安 是配了 英大圆 这一天 不几 清朝末期 到民国初年 是主板书 在北京发展的 兴盛时期 当时 北京出现了 许多 主板书艺人 他们在 东安市场 天桥 等地演出 上作率 很高 极受听众喜爱 金枪主板书的 代表人物 就是 关顺贵 关顺鹏兄弟 他的演唱特点 是改河北相音 为 金韵精音 同时 吸收了 大鼓 小曲 戏曲 等姊妹艺术的 音乐曲调 擅长 蓄势 适合演唱 长篇故事大书 表演稳健 含蓄 人家这个 管顺鹏 管顺贵 这歌俩唱的 唱片大书 叫珠板书 是哼着它 哼断着节 不打大板 把大板甩掉 哼点着节 跟他唱法不一样 人家是 颜上掌嘴 板上乐 叫颜起 板乐 王丰山唱的 这个 数来宝 什么 温明快 温明快 本 温明数来宝 都是这个 竖着板打 都是 板起 板乐 板上掌嘴 板上乐 这样的话 听着 板 比较小 乱 王丰山 就不断 吸取 金枪 竹板书的 优点 并将它 融入到自己的 鼠来宝表演中 山连线 山道山 山山不断 山草的山 一轮红日 东方起 你要看日出 你得去冬月登菜山 陕西新月 是华山 北越恒山 就在 混元县 南越恒山 在湖南 河南省 古代本 是个中原地 登峰县 游坐中越市 松山 王丰山就在 这哥俩的 这个 基础上 吸收了 这哥俩的 这个艺术 自己 在 加工研究成 这种 叫王派快板 横短的鞋子 闪着板唱 半首半场 1938年春节前夕 北京前门外 西河压的 新罗天剧场门前 竖了一块牌子 上边写着 王凤山三个大字 和文明来宝四个字 这一天 和他同台演出的 都是当时的 曲艺名家 有刘派 金运大谷的 创始人 刘宝全 乔派河南坠子的 创始人 乔清秀 金派梅花大谷的 创始人 金万昌 和著名相声艺人 高德明 旭德贵 创始人 蜀来宝 这个历来被人们认为 不登大雅之堂的 要饭玩意儿 在王凤山的继承和改造下 终于登上了正式的 曲艺舞台 而他那独具个人特色的 蜀来宝 演出风格 也被后人称之为 王派快板 那一年 王凤山 三十三岁 一九七八年 重回舞台的 马三立 找到王凤山 他说 你给我量一次活 如果合适 我就再也不画了 从这以后 他们陆续合作了 近五十段 人们熟悉的相声作品 以后的日子 王凤山主要活跃在 相声舞台上 直到一九九二年去世 曲艺行里 有句老话 叫做 初在北京 同在天津 在天津 既有名家汇翠的小梨园 又有料地卖艺的三部管 高凤山 曾抱着什么样的梦想 来到了天津 他的未来 又将走向哪里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探索发现 冲结特别节目 百年版生